今天在赤丰市宁城县还有一条仿古商业街叫契丹街 这里曾经是辽中京所在地 契丹的本意是宾铁 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契丹族实际上是发源于东北地区 唐朝灭亡后契丹人终于建立起了辽国 后来女真人趁辽国衰弱之际反抗辽国的统治 辽国政权灭亡后 耶律大使建立了西辽王国又继续存在了98年 西辽王国被灭亡后契丹人一蹶不振 在历史上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活动痕迹 就好像从历史上消失了一般 如今的56个民族中也寻不见契丹人的丝毫踪迹 那么契丹人到底哪儿去了呢 难道真的从历史上消失了 实际上很多历史学家也曾经对这个问题 做过非常详细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 达沃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为契丹人后裔 云南的阿、芒、蒋氏本人 与达沃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 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 云南省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如今十来个民族的阿、芒、蒋姓本人 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 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 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 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证明 通过对DNA的仔细对比 专家们发现达沃尔、阿、芒、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关于契丹族是否消亡可谓众说纷纭 若没有消亡其后裔又是谁 史学界仍然没有定论 很多提法都有一定的依据 这给人们寻找远去的契丹族提供了希望 相信契丹仁金何在的谜底会在不久的将来揭晓